早上的一百二十七经 大概就是所谓的重担 取担 舍担 担者 也没有很大的问题 他主要在说明 那么这些经不管是前面的所知法 知及知者 以及一间在讲的 如果这样来看 前面的所知法 知及知者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应该是要拥有什么 要知道什么 要成为什么 这里的重担 取担 就是我们现在的问题在哪里 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 那么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这样我们才能够没有这种问题 大概你可以发现到 大概就是这一套 就是比如说 知及知者 苦及苦者 类似像这样 轮回轮回者 不外乎就是你现在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们就是用比较世间的观念 世间的话来讲 我们现在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 就是因嘛 苦因 一样啊 你看啊 就是有生有生疾 有生灭有生灭到疾 一样是这个道理 你现在有什么问题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 那你现在应该要怎么解决 就是你把它弃舍掉 那当然怎么弃舍掉 就要用智慧 就要调伏 这个就是他没有细讲 大概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 你现在有什么问题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 那已经有这种问题了怎么办 你要解决掉这种问题 成为一个没有这种问题的人 你才能够那么到才不会对你现在 以及未来那么一直一直都会有这种问题 大概简单 好 那其实学佛法法就是 你要发现到这些佛陀讲这些法 不管是什么法 他每次都可以拉回到你现在 你现在应该怎么做 那因为你现在是这样 那不同的人当然都有不同的问题 比如说对罗霍罗 那么对阿难 那么已经正出国的 还没正出国的 那么已经有证件的 还没有证件的 有事件证件的 还没有事件证件的 那么这些不同的人 他就会有不同的需求 已经有戒跟定的 还没有戒跟定的 那么你必须要先拥有什么 然后再拥有什么 然后成为什么 你就好好想 就是我们每次在 我们每次在观察事情 或是在解决问题 乃至于说 或在修学佛法 我们都常常要这样想 很简单嘛 你去菜市场买菜 你去菜市场买菜 你都是有一个构想 我今天要去买什么菜 那我为什么要买这种菜 如果你家的冰箱 整冰箱都是这种菜 你好会买这种菜吗 没有 那你有可能买这种菜是因为 你身边 你身体营养需要 你爸爸妈妈需要 或是你想吃 或是他对你身体好 反正就很多种 那买这种菜回来 你会煮吗 你当然要会煮 你才买回来 你不可能买回来 你不会煮 然后再请一个厨师 来帮你煮 那不可能啊 对不对 那么一样嘛 你现在修学什么佛法 那你为什么要修学这个佛法 你要听闻这个佛法 那这些佛法的这一些 你买这个菜 你都不晓得这个菜 能吃不能吃 能煮不能煮 你都不知道 那哪有可能 你买这个菜这意义不到 对不对 那吃了会怎么样 你都不知道 所以他要先让你知道 这些东西 所以我常常觉得就是说 修学佛法 你这样听这样听这样听 那么他为什么这么讲 那你会发现到 所有的佛法 所有的佛法 后来你就会发现到 他的根本问题就是 无我 好 那这无我根本问题 也许比较深沉 不容易解决 那没关系 现在就是说 你要知道 你要拥有什么 你必须要拥有什么 你不能够有什么 那你要丢掉些什么 你要舍弃掉些什么 那么这一些 你要先清楚 那么有时候 我们现在有拥有的 那么其实是会造成 我们痛苦的 那么有些是我们没有的 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痛苦的 那有时候是你没有的 其实是对你好的 有时候是你没有的 其实就是你不能 你不能解决痛苦的原因 所以你必须去拥有 那么这一些你都要清楚 那有时候我们不是 我们就是 世间连都这样 我们就这样 大家都这样 我们就这样 你也不晓得 那大家都痛苦 你也要痛苦吗 大家都这样要过一生 你也要这样过一生吗 那大家都是这样学佛 你也要这样学佛 你所学习到的佛法 对你都没有用 你买那么多菜回来 你都不会煮 煮了又很难吃 吃了又没健康 那你买这些菜做什么 浪费钱浪费时间 其实这个都是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我常常觉得 学习佛法解决问题 一定要都从四地缘起 这个它就是三个主要概念 以武娃为核心 这个是目标 修行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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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修行的功德先不要讲 因为功德就是 你修行的才有的嘛 那你修行不对也没有功德 你修行不对也没有功德 有些不但没有功德 还有什么 还有过患 还有过失 还有罪过 真的 你不要以为 我只要跟着修就对 多少有点功德 我告诉你不一定 你没有听过佛在跟那个婆罗门 跟那一些沙门外道说 沙门外道有一些修行方法 你坚持这样修 你一生也没什么功德 如果佛陀没有去度化三加色 三加色到现在还在拜佛 还在拜佛 如果没有去度化五比丘 五比丘现在还在苦行 虽然过了两千年 但是他有那种习惯 苦行的阴 苦行的缘 死了之后 升天之后 然后也许升天也许不升天 也许会跺山而岛 苦行有时候会跺山而岛 邪见 那么再来的时候 他一样会伸到什么 苦行聚集的地方 看到苦行一样会很欢喜 为什么 过去就是这样啊 有阴有缘世间级 有阴有缘你会跟谁在一起 有阴有缘你看见什么东西会欢喜 有阴有缘你这样学 学一学就喜欢了 如果你经常都是这样的观念 这样邪见的观念 那么你以后 你就跟他相应 你跟邪见相应 跟正见相应 跟佛陀相应 跟外道相应 跟鬼神相应 那个都是怎么来的 那个不是没有因没有缘的 那个都是你平常 你就这样看着欢喜 随喜 制作教他做建作随喜吗 你自己就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 那有一些比较 比如说我们说 你就参加水路法会好了 我们就举例 因为这个是很常见的 那你去参加水路法会 那他就摆的 很多东西都摆得像须弥山一样 摆得很高 然后摆很多什么 然后那个什么都还要摆一个行 摆很多 那你摆这些 那你看着欢喜 你看着欢喜 那这种随喜 它就是一种力量心 那你也这样做 你也这样去参加 那么这样 每一年你都 也许自己参加一次 或是去到地道场参加几次 就这样做 这样做 这样做 久了它就变成什么 它就变成一种 第一个 我们常常讲 此心 此业 此业 我常常都这样 觉得是这样子的 这个心 这个心 认可 你现在要认可 那么造这个业 这个心 这个心造这个业 那这个业 感果 又来影响这个心 然后这个心 造这个业 然后中间 又招感这个圆 你会 就是你会相应的人 会在一起 鬼神跟鬼神聚在一起 狗跟狗聚在一起 猫跟猫聚在一起 外道跟外道聚在一起 喜欢求财神的 都去财神庙 喜欢抽签的 喜欢拜妈祖的 都去妈祖庙 一样 那你以后 你就很容易生到 一个有妈祖庙的地方 然后你很容易 跟妈祖感应 你很容易跟财神感应 你很容易跟土地中感应 你就不晓得为什么 你就习惯 你就看了就欢喜 然后参加 你就觉得无比舒服 你就觉得无比 无比殊胜 那容易感应 那容易感应 又增加你的信心 那你的信心 又让你更容易感应 那就这样 你就肯定 认定 这个是好的 这个是殊胜的 这个是有功德的 那未来你死了 你不是去加入他们 就鬼神道或什么道 一样 然后你再来做人的时候 这些都还在 因为那些人还会再来 跟你一样会再来 那些神也许还是在 因为那些神 有时候活五百岁 一千岁的 你过了两三世来 他还在 你还在拜 所以有些神 拜了几千年还在那里 也许神已经换人了 道立天主已经换人做了 但是你拜道立天主的习惯 还不会改变 还不会改变 那你难得学佛了 但是学佛是学佛 你一样是 像外道一样 如果今天三加色 我们今天讲个话 今天三加色佛陀告诉他 这个道理 他已经知道 这样做是不对的 那么你必须要这样做才对 要舍弃重担 你要舍弃重担 那么这一些让你造成你不能解脱 你就是认为 我只要天天照顾这个火 居家火 根本火 那么 所以他告诉他 真正燃烧是什么 那你要把它舍掉 如果你不舍掉 今天三加色有可能解脱吗 不可能 因为他的蛋没有舍掉 造成他不能解脱的 就是他的错误观念跟错误行为 今天造成他之所以不能得佛法真实利益的 就是他的错误观念跟错误行为 那你不能舍 舍不得舍 不想舍 或是不敢舍 那么他就会在你的身上产生作用 一定会的 那这些都会影响你的业 你每造一次 他就兼顾一次 你的心 你的心造这个业 这个业影响你的心 这个心又感造这个缘 这个业又感造这个缘 此心此业此业 你就一直在这个氛围里面 你很难超脱 你舍不掉 问题是因为你不断的取啊 你的心取这种剑 你的身造这一种业 那跟你一起造业的人同感这个缘 你就会互相影响 互相感染 互相赞叹 互相以为殊胜 那彼此这个心 一个心还不够力量 大家彼此在一起互相肯定 互相认定 互相认可 慢慢慢慢就会怎么样 这个心 这个缘越距越深 这个心外道见越来越坚固 你舍不掉 那你以为殊胜啊 这苦行外道那么苦 他也以为殊胜啊 那是婆罗门每天聚家火 根本火 胡亭火 如果今天三家社没有把那些拜火的器具 都丢到泥连参合 他今天不可能解脱 如果他解脱了 他说这个是我的习惯 而且我这一千个人 三家社有一千个人 先讲那个大家 丢掉的是那个优罗平罗家社 优罗平罗家社有五百个地址 那其他的他们两个地址 各有两百五十个地址 加起来一千个人 如果这个优罗平罗家社 他心里面这么想 我这五百个人跟我这样拜火 已经拜了很多年了 而且我的信徒很多 也都是这样拜我的 我现在忽然间把这个丢掉 感觉上对不起这个传承 或是对不起这些人 那么你就如果说 如果说你丢不掉 那你丢不掉就是 你舍不掉这些邪见 舍不掉这些不正业不正见 那么你就没有办法有正见 那么如果你有正见 你还舍不掉这些 那不代表你有正见 那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你学习佛法 学习佛法 你要知道这些道理就是 到底是什么东西影响你 到底真正是什么东西 带给你 束缚了你 影响了你 造成你没有智慧 造成你有烦恼 造成你不能正见正上 那么这一些到底都是怎么样造成的 那你要好好想 如果你没有把这个东西弄清楚 那就好像医生跟你讲的 你今天肝不好 那是因为你常常喝酒 那你喝酒的习惯你不改 你的肝药好不可能 因为它就是你的负担所在 它就是你的问题所在 问题癥结所在 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有些东西是可以 有些东西是不能说 不能说你说 那是因为传统就这样 那祖先以来都这样 过去都这样 所以现在这个没关系 无法保留 我告诉你 这样它就是 因为它就是问题所在 它问题所在你没有解决 它就是问题就是不能解决 它就是没有办法解决 那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们早上讲 佛陀从婆罗门那里 只有认同两件事 一种就是 一致得解脱 一业有人为 这个观念是对的 但是你每天去供养这个犯天神 那么祈求犯天神 那么念咒希望犯天神给你加持 这个观念是不对的 这个观念是不对的 那么它是不可能依这样得解脱 你如果没有舍弃这个观念 你是不可能得解脱的 那么你认为人有业没有错 但是要受苦才能够把业消除掉 这个是有一些苦行外道的观念 所以持戒持着很惊严 让自己不断受苦 他生苦但是他心里面欢喜 为什么 因为他可以因苦得解脱 那这个观念是错的 你如果没有舍掉这个观念 你没有舍掉这个行为 你是不可能得利益的 你得不到佛法的利益 那这个其实我们都要好好想一想 那你不能说 那我既要得世间的利益 又要得佛法的利益 那这个东西吃进去有营养 但是因为它吃进去虽然有营养 但是它有毒 但是没关系 毒我们就不管它了 我们就问题它有营养嘛 那么我们也吃进去营养 有营养就好了 好吃就好了 你知道以前发生那个树化剂 就是大豆沙拉油里面有树化剂 那个沙拉油又香又便宜又好吃 那还没有说有树化剂的时候 没有人发现它有树化剂的时候 大家都这样吃嘛 对不对 又便宜其他的又贵 那你买一瓶那个橄榄油 可以买两三瓶大萨拉油 又香又便宜又方便 大家都在用 又不是只有我在用 那大家都买那个嘛 结果吃了吃了 有些人生病了 他也不认为是大豆沙拉油的原因 他不认为是那个原因 他就是人本来就会生病吗 那尤其是那个 后来发生检验说 这个家大豆这个叫树化剂 树化剂会影响人 让人怎样怎样怎样 没有说不知道 一说还有人敢买那个 加树化剂的沙拉油吗 不敢 为什么 它一样便宜啊 它一样便宜 一样香一样好吃 但是大豆的营养一样有啊 它会不会加了树化剂就不营养了 大豆就没有了 大豆营养就被破坏 没有 加了树化剂 大豆的营养一样没有配合 你吃进去一样有大豆的营养 只是你把毒一起吃进去而已 那你会不会想说 那没关系啊 反正我以前都这样吃啊 反正大家以前 从以前到现在都这样吃 现在好像也没什么事 那么大家都这样吃 也没看过有几个人有什么事 而且就算有毒 那么这个树化剂加进去 大豆的沙拉油也没有减少 那你会不会这样继续吃 不会啊 为什么 你赶快换掉 这个我家里有的 赶快丢掉 是不是 舍弹 你赶快丢掉了啊 那为什么丢不掉 也许你家穷 你说因为我家穷 我买不起那个比较好的油 或是怎样 那我就只好继续吃这个 你会这样想吗 如果你不怕死当然没关系啦 对不对 那或是你不知道就算了 因为没有人跟你讲 你现在知道了 你还坚持 没关系 说话去就说话去 死就死 人本来都会死 对不对 你如果这样想 那也没关系啊 那没办法 那现在佛陀 把证件告诉你 证件 证思维 证与 证业 证命 证命 什么样是修行正确的方式 什么样是修行正确的观念 那么你一方面用佛陀的方式 一方面用餐外道的方式 就好像什么样 大豆沙拉油餐 说话去一样嘛 那有一些餐 不会有大的影响 有一些不会 有一些会有很深的影响 会毒化 真的你要好好想这些道理 因为大部分的人 没有办法舍掉 原来错误的观念跟行为 特别是修行人 真的 特别 特别是修行的人 所以你想想这个道理就好 舍利佛跟穆建人 一听到马圣比丘 缘起说法 马上舍掉 舍掉他的师父 舍掉他的师兄弟 舍掉什么 舍掉他过去的修行方式 马上去跟佛陀修行 为什么 他知道这个是正确的 他马上舍掉那个不正确 所以他很快就正阿罗汉 那这个 他已经确定这样做是对的 如果你不确定 那当然不要那么快 你不确定 但是如果你确定了 那你不确定 你就要去确定 那这样做到底会对 到底什么样才是真正的 像像你吃药一样 这个医生讲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他的药到底有没有效 那你确定了 如果你已经确定 这个医生的药没什么效 你还坚持 要吃这个医生的药 为什么 人情嘛 我都去那边看病 看那么久了 没有给他看不好意思 没有吃他的药 对不起他 会这样吗 不会啊 你要明白回到你最初 所以我早上讲嘛 你要回到你最初 你为什么要学佛 你为什么要出家 你为什么要修行 你要达到什么目的 你是因为什么 什么样的原因 来学佛 来出家 来修行的 那今天 这样的行为 这样的方式 这样的观念 合乎你原来所追求的吗 能够让你达到 你所想达到的吗 如果不行 如果不行 那你为什么坚持 一直这样做 你要想一想 没有合 佛法的道理在哪里 那么我们这样修行 合不合乎佛法的道理 那明显的 舍利佛目见人 一下就舍掉了 舍利佛目见人 欢喜之后 舍利佛这个人 是很报恩的 他马上要想去 回去跟他的师父说 马上要回去 跟他的师父说 他的师父不愿意接受 为什么 我从 你还没出家 我出家就修这个 我的师父告诉我是 这样修的 那当然他可能 没有那个智慧 那么他坚持还是这样 你去跟你认为的书生修 我依然 他依经典这样说 他说 世界上有聪明的人 像你这样 那么可以得到解脱的 但是还有一些笨的人 那么没办法的 我就射受这些笨的人 我带领这些笨的人就好 所以舍利佛的师父 到现在还没解脱 为什么 那么他还有很多人 跟着舍利佛出来 有一些人跟在他师父那里 佛陀 佛陀在印度 影响力那么大 六师外道的这一些上面的人 特别是上面的人 下面的人容易影响 就另外跟着 上面的人不容易 为什么 久了影响了 深刻了 舍不得 舍不得他原来的什么 名声地位 因为忽然间要换 他也舍不得 他的习惯是这样 他的修行方式是这样 忽然间要把他舍掉 放不下 舍不掉 所以你会发现到 六师外道有很多 很多人来出家的 但是六师外道那些 比如说舍利佛的师父 善若宇 那六师外道上面那一些 那一些 那一些领导者 没有一个学佛 没有一个学佛 你好好想做为什么 那个就是什么 他有一些先见的观念 也许是因为 因为他是领导者 他太深刻了 那么他一直认为这样是对的 而且会认为 就算不对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我告诉你差很多 那所以这种 因为像我在讲课讲这么久 到处看 我发现到能够舍得不多 真的 多数的人舍不掉 他原来的错误 那么一部分是因为 看不到这种错误 不是影响他现在 不是影响他周围的人 会影响到他生生世世 如果他的观念没有先改变 如果他的行为没有依他的观念改变 因为观念没有改变 行为就不可能改变 行为不会改变 因为真正有影响力的行为 是因为带着这个观念去造作的 就是故作业 依着这个观念去造作的 他就有深刻的 深刻的业力 那么这种业力会遭感同样 同样这种观念跟这种行为的人 那又彼此又互相影响 彼此互相感染 那么互相肯定 互相认定 如果今天 今天很简单 今天在这里 如果你有抽烟的习惯 你进来就抽烟 结果发现大家没有一个人不抽烟 你慢慢慢慢看 你就不抽烟了 对不对 那类似像这样 那么如果大家都肯定 虽然外面写着禁止吸烟 你也知道吸烟不好 你也知道会影响别人 但是外面也写着禁止吸烟 但是你看 过来看 已经有十几个在吸烟了 你也觉得就没关系 你就开始吸了 而且也吸着天经地义 真的就是这样 那今天我们修行的方式 也是这样 那佛陀世代很多外道 那如果这些外道到哪里 因为他已经形成一个既定的模式了 那么大家都这样做 他看来看去 只有你这样做 那你这样 只有你不这样做 但是你不这样做 你不这样做 虽然是对的 但是对现代的人来讲 人家就不喜欢啊 人家就喜欢这样子的啊 所以你就会怎么样 你就会随俗 那么随俗久了久了 其实就是随烦恼 此心 此业 此言 那舍不掉 所以不能拥有 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那我们看起来好像 他就是在讲 舍担 重担 取担 舍担 担者 那重点是 是什么样的行为跟观念 造成你现在的重担 那以前佛陀佛陀佛陀也举了一个例子嘛 叫做弃麻丹间的例子 那么一个人一个人单了一旦的麻 不是一个人两个人 两个人单了麻 那么要去卖 因为他们做那些沙那些布也是很重的 要去很远的地方卖 就我们说我们单番薯 那要去市场卖 那以前都要走很久的 走好几天职业的 单煤炭 单番薯要去卖 那单到一半 那这个麻换成 换成这个沙 比较好的 那沙又换成这个盐 那盐又换成金 人家要跟它换 那有的人 有一个人就是 这个比较好 你拿比较好的跟我换 我就跟你换 既然 既然我的马可以换到沙 那我为什么不换 我的沙可以换到银 银又更好 我为什么不换 我的银可以换到金 我为什么不换 我就换了 他如果走了一百里 那么他一百里 他走到的时候 他已经两担金了 那么这个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 他走的时候 我已经单了五十里了 如果我现在把麻换成沙 那么我前面单五十里 不就白单了 白费公布 所以他就不单 那不单又走了一百里 又走了前面二十五里 人家又看到盈 那个人又换了 越换越好 但是他还是坚持不换 他不舍嘛 不舍是因为 他跟麻有感情了 他已经习惯单这个麻 看到这个麻 忽然间要把麻 而且他讲说 如果我要换我之前就换了 我现在不换 那么我现在才要换 就算盈虽然是比较好 他也知道盈比较有价值 他知道 他知道盈比较有价值 也知道换了比较好 但是就是舍不得换 为什么 我已经单了这么久了 那我这样换了 那我以前做的不都白做 单了不都白单了 一直看到金 虽然有一点动金 他还是坚持不换 到最后呢 人家已经一弹马 换成一弹尖了 他还是那一弹马 能够卖多少钱 那其实就是这样 你的价值 你的价值来自于 你能够正确的取舍 他就是有取有舍嘛 你至少有这个弹 是什么 你取着了错误的东西 你取着了错误 会造成你负担的东西 你之所以殊胜 是因为你舍掉了那一些 让你有负担的东西 他不过就是这样嘛 就是你在取舍当间 你要知道你要取什么 要舍什么 你要做什么 要不做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如果不是你自己决定的 那当然就没办法了 如果不是你自己决定的 那当然你只能决定 你自己那一部分 你不可以要求 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不好吃的 这个吃了没营养 就把人家的东西丢掉 那当然不行啊 对不对 对你来讲没营养 对他来讲 他的观念 他的知识还没到那里 他没有营养的观念 他没有这种东西 吃了以后会影响身体的观念 而且他觉得 他还没有受到影响 他还没有受到影响 他觉得也无妨 现在好吃 现在便宜 现在省钱最重要 方便就好 有的吃就好 他不晓得这样吃久了之后 你赚的钱 你省的钱 都不够你未来吃的药 的钱 你把以前累积下来 赚的钱 来吃药都不够 那一样 我们累积来的邪见 累积来的这一些行为业力 有时候虽然你很修行 你单单要去除掉这一些 都很难 为什么 此心 此业 此严 有时候 你这种因缘也很深的 就像你要舍掉 舍不掉有障碍 会有障碍 所以我们要 当然你就是在取舍之间 就是说修行有很多观念 有很多方法 那么不外乎就是 我们依这个观念 那么用这个方法 你用这个方法一定是你认知这个方法有效 或是你看见别人用这个方法有效 一定是这样 也许你知道道理 也许你不知道道理 但是你都要去慢慢学习 要清楚 我为什么要这样修 一个我为什么要修行 第二个我要用什么样来修行 我修行是为了什么 那我要用什么方法来修行 哪一些是正确的 哪一些是不正确的 哪一些可以做 哪一些不能做 没有说那个没关系的 只是影响多影响少而已 没有那个说做了没关系的 一定有影响 只是影响多影响少 影响现在影响未来 那影响多影响少而已 那么没有那个没影响 因为业力本身就是一种潜在力 特别是观念 那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取蛋跟舍蛋 取舍之间 他不够就告诉你这个 那你为什么 你取着什么 你有这个蛋 我们讲一下好了 就早上 早上我不知道为什么 怎么看怎么看 就看不到这个 你看哦 你取着 你看他就是取舍之间 这个我们一般也是这样 我们修行也是这样 总有个取舍 我要做什么 不做什么 我要修什么 不修什么 为什么 你的取舍之间 那么世间的人 世间的人 都是取着这一些 他不外乎我 这个是佛法的说法 我见我爱 那么如果我们用 比较现在的说法 当然这个是根本 以我见我爱 而有的 那你怎样去 我见我爱 这个讲的比较远一点 我们讲近一点 就是说 如果你的考虑 如果你所取着的 你所取着的 你所考虑的东西 你所考虑要拥有 要这样做的原因 纯粹只是 我的利益 如果我不这样做 我就得不到 现前的利益 或是得到以前 我记得的利益 如果我不这样做 我就得不到 我看起来 就是很简单 一般的道场就是这样 如果我不办这种法会 居士就不会来 居士不来 我们的经济就会有问题 我们的生活就会有问题 好 如果你是这样的观念 那个就是什么 那个就是我见我爱 你只想到 我的利益 我的生活 可是你修行 你出家 你这样修行 用这种法会来修行的 这种观念 你是为了得到什么 佛法的真实 也就是解脱的利益 就是真正的功德 你不是只是 有的吃 有的住 吃得好 住得好 钱多 不是只是为了得到 这个样子 因为你知道 这个无常的观念 死了后 什么都没有 你累积下来的东西 都是别人在用 对不对 你也用不了多少 你一天能够用多少 你目的不是为了累积钱财 牧师不是为了让很多人来 很多人来都得不到利益 有什么用 没有用啊 那这个就是什么 取舍之间 你要取什么 你要舍什么 你为什么这么做的原因 是什么 这个东西我觉得要想清楚 那我们如果说好 因为所有道场都这样办 那这样办 居士觉得殊胜 那我们要随顺 这些居士的要求 今天是你在引导 指导这些居士怎么修行 不是这些居士来告诉你 法师我们需要怎么修行 你来带我们这样修行 不是这样 所以你好好想一想这些道理 如果你取着的 这个就是当来 我爱贪喜剧比比乐种 这个比较 我们说 名相多一点 就是他比较深奥一点 我们讲就是说 你只是考虑上 你只是考虑 我这样做了 我会更有钱 我的道场会很多人 会感觉很殊胜 感觉很殊胜 只是感觉而已 那你会比较 经济上比较好 那当然有 那个都是短暂的利益 表面的利益 真正有利益的就是 来参加这个法会的人 来参加这个法会的人 每一个人都能够从增长 信 敬 念 定 慧 每一个人都能够增长 五根 五立 对佛法的信心增加了 对佛法的理解更深刻了 那么更愿意 更愿意自己修行佛法的 有正念 有正知 有正经济 有正信 那么最终有真正的智慧 能够以这样得解脱 就算这一生没解脱 此心 此业 此缘 下辈子再来 很容易遇见相同的人 很容易遇见相同的环境 看到那个 看到这样的修行方式 会起欢喜心 那容易在遇见相同的人 那彼此在互相鼓励 互相协助 那么互相肯定 那么见见见见 佛陀不是这一生 才遇见舍利佛目见脸 也不是这一生 才遇见阿难 那所以这些互相的因脸 那些外道在一起 也是有原因的 佛地只会记在一起 也是有原因的 有的人解脱 有的不能解脱 也是有原因的 有的一下子听到就解脱了 有的听到很久都不能解脱 还起烦恼 也是有原因的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 这些问题 你要取的是什么 就是你想拥有什么 你现在拥有什么 那他带给你什么 那么你想拥有什么 那么你应该要舍掉 这些真的好吗 这些真的是殊胜吗 是功德所在处吗 那么你应该舍掉什么 要把这一些 你原来认为好的 你现在是所谓不好 就是你的认知错误了 你的方式错误了 那你要把这些错误先舍掉 先舍掉 所以三节 三节 身见戒进取瑜 简单来讲 瑜就是什么 对佛法不是很清楚的了解 对佛法 四地缘起中道的道理 不清楚不了解 以至于你不能正无我 你没有根本 那个根本就先不要讲 就是四地苦即灭道 缘起持有故彼有 中道理两边 错误的两边 那么这些错误你不先舍掉 你没有办法拿到正确的东西 没有办法拥有真正的东西 那你念贪念真念吃 你不舍掉 你就没有办法念佛念法念生 这个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所取的是什么 你现在已经有这个 这个你不用取 因为这个就是你平常所拥有的 你现在所拥有的 你一直所拥有的东西 你现在拥有的 而且是从以前到现在一直拥有 如果你不改变 那未来还是要一直有 但是它不能带给你真正的利益 你必须要舍掉它 你才能够永断无语 而且一点都不能保留 你说那好 那加塑化剂的沙拉油 虽然比较不好 那这个我也不要全部都丢掉 我就给它加其他的油 混在一起好了 这样能够减少毒性 它还是毒啊 所以你要永断无语 那你这样才有 要不然你就会变成 一直是 一直是有负担的人 那么不断的轮回 不断的轮回 都是因为 都是因为你没有看到这个重担 你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性 还有问题的癥结 那么你看到了你不解决 你不解决这个问题 你不能舍 那我们说过不能舍 其实只是 有时候只是 你还执着到 表面的利益 短暂的利益 现身的利益 你只是直取这个而已 但是那个就是造成你 没有办法真实得到利益的主要原因 你要能够勇于舍掉这一些 那么要不然 要成就其实不容易 那这个是 我们看到这个什么 重担 舍担 取担 跟担者 我们都是担者 我们都有重担 那我们也一直在取担 那现在的问题就只剩下什么 我们能不能舍担而已 它就是这样而已 你看 这个都是我们现在的状况 我们本来就是一个轮回的人 我们本来就是担者 就是我们的 我们本来就是担者 就是它告诉你 现在是什么情况 生死轮回的状态 它就是这样而已 它就告诉你 那我们现在是什么状态 生死轮回的状态 那为什么生死轮回 因为有负担 有重担 是因为有重担 所以你才叫做担者 你如果没有脏担 你就不叫做担者 就好像你是有生病 才叫你病人 你是有犯罪 才叫你犯人 对不对 一定是这样的嘛 那现在你是一个担者 是因为 而且这个担还不轻 不是轻担 是重担 你这个罪不是轻罪 是重罪 你这个病不是轻病 是重病 它在跟你讲这个道理 为什么这么讲 要让你自卑吗 要让你难过吗 不是 医生你怎么说 你医生你怎么跟我讲 我的病很严重 你怎么可以这样诅咒我 我不是诅咒你 我是告诉你实情 要你认知你身上病很严重 你必须要马上立即改变 你的生活方式 要不然会怎么样 要不然你会越来越重 死了之后就没事了吗 没有还会有 如果我们的病 在这一生死了后 就换一个身体 但是我们的业 没有办法换 死了之后 一样又单那个业又来 对不对 就一生一生单那个业 你以为你死了 你的三业 你的二业 你的邪见 就重新换一个 没有 你一样单原来的业 一业依袭 一样又把过去的业 原封不动而又单回来 那这一次再增加 又因为这个圆 又增加这个业 你就不断这样重复 现在他告诉你这个道理 我们现在是担者 而且是重担者 那你为什么会有这种重担 比如说你为什么病到这个严重 你就一直吃那个不该吃的东西 你这个东西还不舍掉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所以他告诉你 你之所以造成今天 有这个重担的原因 就是你一直直取 一直求取直取 你不能拥有 不应该拥有的东西 你的观念错误了 你偏错了 偏差错了 所以你现在唯一要做的 就是舍担而已 没有其他的 这个金哥跟你讲这个道理 你就是要舍当 问题是你又舍不得 那就麻烦了 舍不得问题能解决吗 不能解决 那你舍不得 你又常常来学习 怎么舍当的方法 那不是很奇怪 天天都来跟医生讲 天天都来医生讲 我病苦这么多 天天来看医生 听医生跟你报告你的病况 然后开药给你吃 问题是这些药 反而回去你都不吃 那都不吃 又天天来看医生 医生为什么我病越来越严重 我到底会不会好 我到底要怎么样才好 如果我是医生 我会跟你讲 我也不知道你要怎么样才好 为什么 开给你的药 你都不吃 对不对 佛陀跟你讲 正确的你不做 你就是一直直取 随顺 延续过去那些错误的 佛陀就是现在在这里 也拿你 不知道怎么样才好 真的 佛陀在当时也是这样 跟提伯达都讲 他也不接受 跟很多人讲 他也不接受 舍利佛 穆建年 回去跟他的师父讲 他也不接受 不接受 谁也没办法 你 第一阿罗汉 智慧第一的阿罗汉 神通第一的阿罗汉 山洛伊的弟子 两个 一个是佛陀 智慧第一 一个神通第一的 都拿他师父 没办法 那你说 你不改变 今天有一个智慧第一 神通第一的来 我告诉你 你拿你没办法 为什么 你不舍而已 我好像讲得有点激动 真的你要好好想一想 我说我会觉得 现在的佛教徒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那么重点是要改变 而且要勇于改变 勇于改变 我们学习佛法的目的是什么 不过就是为了改变 改变我们自己 也让我们也能够改变别人 当然每一个人都在改变 有学佛 没有学佛都在改变 只是变好变不好 只是这样的差别而已 那当然我们要变好 因为我们负担越来越严重 我们一直担着这种重担 我们到底要取什么 取什么舍什么 这个要想清楚 真的 好 往底下看 128经 说有这么一天 佛在齐远金色 这个时候 世尊跟比丘讲 有五受印 何等为五 这个都一样 这个全部都一样 因为这个就是五运相印 运相印 他把佛陀讲的类似的 相同的放在一起 当然这个是 这个是结集之后才有的 并不是说佛陀这个经讲完 讲这个经 五运讲完了讲六 五运讲完了就讲六处 不是这样子的 我先下课好了 再说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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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想到